生命纪第十二章 你们活在地上的一切日子 在耶和华你列祖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 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和典章就是这些 你们要把你们赶走的列国的人侍奉神的地方 无论是在高山上、在山岗上 或是在各清脆树下都要完全毁坏 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神柱 用火焚烧他们的亚瑟拉 砍倒他们的神的雕像 并且把他们的名字从这地方除灭 你们不可像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 选择了什么地方做立他名的居所 你们就当到那里求问他 把你们的凡祭和其他的祭物 十分之一的礼物和手中的贡献 还愿祭和甘心祭 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都要带到那里去 在那里就是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 你们和你们的家人都可以吃 并且要因你们手所做的一切事 都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而欢乐 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 是行个人看为正的事 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 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到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安息地和产业 但是你们过了约旦河 住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使你们承受为业的地 又使你们太平 脱离你们周围的所有仇敌 安居乐业 那时 你要把我吩咐你们的凡祭 和其他的祭物 十分之一的礼物和手中的贡献 以及你们向耶和华许愿 要献的最美的一切还愿祭 都要带到耶和华 你们的神选择作为立他名的地方 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仆悲 以及住在你们城里的立位人 都要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欢乐 因为立位人在你们中间 无份无业 你要自己谨慎 不可在你看见的任何地方 献上你的凡祭 只要在耶和华 从你的一个支派中 拣选的地方 在那里献上你的凡祭 在那里行我吩咐你的一切事 不过 在你的各城里 你都可以照着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福分 随意杀生吃肉 不洁净的人和洁净的人 都可以吃 像吃羚羊和鹿的肉一样 只有血 你们不可吃 要倒在地上 像倒水一样 你的五谷 心酒和心油的十分之一 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和你所许一切还愿的祭 你甘心献的祭 和你手中的贡献 都不可在你的城里吃 你只要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 和在耶和华 你的神选择的地方吃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以及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都可以吃 你也要因你手所做的一切事 在耶和华 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自己谨慎 你在你那地上的日子 永不可丢弃立位人 耶和华 你的神 照着他应许你的 扩张了你的境界的时候 如果你因心里可想吃肉 说我想吃肉 那么你就可以随意吃肉 耶和华 你的神选择做利他名的地方 如果离开你太远 你就可以照着我吩咐你的 把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 取蝎宰杀了 可以在你的城里随意地吃 你吃那肉 好像人吃羚羊和鹿的肉一样 不洁净的人和洁净的人 都可以一起吃 只是你要心意坚定 不可吃血 因为血就是生命 你不可把生命和肉一起吃 你不可吃血 要倒在地上 像倒水一样 你不可吃血 好使你和你的子子孙孙 得享福乐 因为你行了耶和华 看为正的事 只是你要把你应有的圣物 和你的还原祭 都带到耶和华选择的地方去 把你的凡祭 肉和血 都陷在耶和华 你的神的祭坛上 其他的祭的血 要倒在耶和华 你的神的祭坛上 至于那肉 你却可以吃 你要谨慎听从我 吩咐你的这一切话 好使你和你的子子孙孙 永远得享福乐 因为你行了耶和华 看为好 为正的事 耶和华 你的神 把你将要进去赶走的 列国的民 从你的面前 除灭以后 你就得着他们的地 住在那里 那时 你要自己谨慎 不可在他们 从你的面前 被消灭以后 随从他们的恶俗 而陷入网罗 也不可求问 他们的神说 这些国的人 怎样侍奉他们的神 我也要这样行 你不可向耶和华 你的神这样行 因为耶和华 恨恶的一切 可厌恶的事 他们都向他们的神行了 甚至把自己的儿女 用火焚烧 献给他们的神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话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不可加添 也不可减少